而且他们的这个交往也非常有意思 据说这个默克尔每次见普京的时候 都会给他带上几瓶拉德贝格啤酒 据说这是普京最爱喝的啤酒 那个给他熏鱼 熏鱼然后也会给他什么 这个普京说 对他会给他熏鱼 这样一类的这个东西 这样的这个互动 您觉得在国际关系上重要吗 那肯定是很重要 对达成今天的这个德俄关系 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默克尔是充分地利用了 他就是两个领导人之间的 这种默契和相互的理解 那这个对于德俄关系和俄欧关系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应该说 整个欧洲对于俄国 俄罗斯还是有一些 这样那样的排斥和看法 是吧 这个包括那个克里米亚危机啊等等 那那些东部的小伙伴 肯定心里面都是很不开心 包括那个北溪二的 这个输油管线 天然气管线 那对于这个波兰啊 对于这个那些东部的这个小伙伴们 都是觉得非常的排斥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默克尔能够在整体上 在整个欧洲就是排斥俄罗斯的情况下 能够在另外一个层面 打开一扇窗口 去跟俄罗斯有这样的一个交往 实际上呢 是也是为欧洲的这个战略自主啊 外交自主啊 拓出来了一片这个自由的空间 那应该说 它还是非常的深谋远虑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